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在早上结束的一场分区半决赛中,独星虾主场111比101击败太阳,将总比分搬成2比2平。 实话实说,保罗今天六贩离场,早早陷入犯规麻烦,成为比赛的转折点。 太阳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中,虽然不可打得很努力,但独目难知,太阳输球后,积德放出豪言。 而针对保罗六贩离场的质疑,主赛派也是第一时间发胜,解释了保罗的犯规判法依据。 保罗赛后发声,蒙蒂赛后有些自责,不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本场比赛的主赛派是菲兹杰拉德,赛后他主要谈到了保罗在下半场的第五贩和第六贩。 第五次犯规,保罗在后场持球时,他将自己的方向转移到防守者退防路径上,而且没有给防守者避免身体接触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次进攻犯规,简单来说,就类似于强行并线超车,然后直接踩刹车,等着后面的车撞你。 这在交通法规中,也是前车全责,因为这属于蓄意滋事,而第六贩也很隐蔽。 布伦森在空中抢篮板球的时候,保罗抓住了布伦森右手腕,然后立刻高举双手。 但是布伦森在空中失去平衡倒地,包括开局飞脚踢到小冬泄气的进攻犯规,以及和布罗克的纠缠。 保罗这六贩可不是假的,只不过今天被放大话了。 我聊聊我的观点,这只是分区半决赛,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保罗确实值得尊重,关于保罗从离开火箭后的各种故事,以及带队成绩,我不多赘述。 但是保罗真的需要改改他的习惯,他的小动作确实太多了,这放在常规赛。 裁判可吹可不吹,但是到了季后赛,还这么做的话,非常容易被裁判抓住小面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罗的大回环,保罗在进行身体对抗时手部的动作, 以为裁判可能第一时间看不到,但是裁判只要抓住了,那保罗就没有回旋余地。 裁判在针对你的时候,你就不该给裁判任何机会,而保罗这种习惯,改变不了。 好在这只是分区半决赛,如果是总决赛呢? 说裁判针对,但是裁判能拿出一句,再去讨论裁判尺度,那就是马后炮。 基德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克里斯·保罗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球员之一, 他会让他的队友们为第五场比赛做好准备的。 此外基德表示,东斜奇对于太阳来说,是个麻烦, 因为他不光能自己得分,球队需要他的组织能力。 而菲尼·史密斯今天三分球是二中八,也得到基德的夸赞, 因为当他在场上不再犹豫的时候,他可以和任何人一样出色。 基德最后表示,我们今天打得非常努力,这是一场很棒的团队胜利, 希望我们能在六场比赛内解决战斗。 现在独星侠他们的小个阵容,当克莱波拿到场上,太阳虽然有很强的护矿能力, 但是防不出来,独星侠有大把的空位三分机会。 此外,基德在防守端对于球队的提升确实非常明显, 布洛克和芬尼·史密斯这轮系列赛表现出色, 布克赛后表达不满情绪, 开场后我就被无缘无故吹罚技术犯规, 但是我不想去探讨这个话题, 我不想再被罚宽两万或者两万五美元, 而蒙蒂有些自责, 我应该在上半场早些换下保罗, 这样他就不会半场身被四犯。 在保罗处于困扰的情况下, 我们球队其他人要用于挑起大梁, 包括我在内,我们的传球次数太少了, 而保罗谈到本场自己六反离场时, 这很疯狂,兄弟,这太不可思议了。 此外,保罗表示,球队和自己必须在G5反弹, 他要好好回顾一下自己的表现, 要达出更好的比赛。 对于裁判的吹罚,保罗没有任何反击, 只是表示要做好犯规控制。 而杜盛明嘴斯基普贝勒斯直言, 联盟想让东谢奇拯救收视率, 但他坚信太阳能在六场比赛内解决战斗。 G5天王山之战将在11号上午10点进行。 实话是说,太阳连输的这两场比赛, 他们事物都太多了, 从爱顿到布克,包括克劳德, 很多漫不经心的传球给了独行侠打反击的机会。 其次,保罗认识到自己被裁判针对时, 他的一些小动作和不好的比赛习惯, 应该收敛一下, 不能给裁判吹罚自己犯规的机会。 最后,太阳还暂时无力破解独行侠的小阵容打法, 毕竟爱顿和麦基都属于蹲坑高中锋, 效果并不算特别理想, 希望保罗在G5能够触底反弹, 如果太阳真的连输三场, 那就被逼入绝境了。 同时,勇士这边, 在勇士和辉胸的第三场比赛较量当中, 莫兰特的受伤离场让球迷觉得一头雾水, 随后辉胸官方晒出来了乔丹普尔用手去拉扯莫兰特膝盖的图片, 而辉胸的当事人莫兰特也转发了这张图片并且写道, 过节了, 并且赛后辉胸队主教练詹金斯更是表示, 球队内部正在商讨如何让联盟竞赛乔丹普尔, 但是今天NBA官方就给出了正式通告, 他们不会对乔丹普尔进行竞赛, 也不会对他进行任何的处罚, 而且联盟在表示不会对普尔做出处罚的时候, 他们还警告了辉胸不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故意报复勇士, 另外提醒双方球员在这轮系列赛中要打的, 更加文明尽量避免有人受伤的情况出现, 如果有人故意导致对方的球员受伤, 那么将会面临联盟的重罚, 很显然联盟现在也开始重视辉胸和勇士这轮系列赛了, 双方在这三场比赛中都有争议性的防守动作出现, 第一场是追梦格林将起跳之后的克拉克从空中拽了下来, 第二场辉胸马上就展开了报复, 底龙空中撂倒佩顿让他本轮系列赛爆香, 库里被抓破手臂, 格林眼睛被肘击, 为金斯遭掌怪, 第三场比赛就是莫兰特受伤, 因此联盟警告辉胸不要报复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他们的主教练詹金斯当时在第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曾说过要以牙欢牙, 结果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如果联盟放任事态扩大而不管, 那么或许这轮系列赛还会有球员受伤, 这显然不符合联盟的利益, 但是显然辉胸队并不认可联盟的调查结果, 辉胸队主教练詹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再次谈到了普尔的这次拉拽, 詹金斯表示, 我和球队都认定, 莫兰特受伤就是因为普尔的那次拉拽造成的, 不过好多球迷和运动专家, 医疗专家表示, 普尔的这次拉拽不会造成莫兰特的受伤, 莫兰特受伤的原因, 很可能是莫兰特非普克莱汤普森那一下造成的, 回顾昨日詹金斯的言论, 很直接, 节奏就是他带的, 比赛结束后第一时间, 他表示普尔拉伤了莫兰特, 回胸方面正在评估是否要向联盟申诉, 之后舆论进一步发酵, 不单单是灰熊这边, 勇士这边酷里, 克莱接连回应, 吹梦格林更是表示受伤是莫兰特此前与克莱相撞所致, 那之后詹金斯的言论又变成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并没有说那是故意的, 但我只是想说事情发生了, 那确实是一个拉人的动作, 我只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细究詹金斯的言论, 却邀他说, 完全不惊讶吹梦格林的恶意犯规, 我之前就这么做过, 第二场他说, 底龙的那个完全不是肮脏的动作, 我们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球队, 从某种程度上说, 灰熊在这轮系列赛中已经处于下风, 其实灰熊已经打得很不错了, 也展示了这帮年轻人的潜力, 勇士主帅科尔也夸赞了灰熊, 对于灰熊则是娓威道来, 科尔只言灰熊想得到勇士所拥有过的, 说白了就是灰熊很像15年左右的勇士, 只不过现在的灰熊没有格林式的球员, 以及莫兰特的打法永远无法和库里媲美, 无论怎么说, 这轮系列赛就是一个镜像, 以及两种舰队思路的比拼, 勇士的船切无球跑位仍然有极大的市场, 灰熊的青春风暴则很依赖球星, 当然了, 在这里要说的是, 莫兰特的打法的却有观赏性, 但小伙子还是要注意一点, NBA历史上有太多球星在早年不注重身体, 烧了一次大伤之后就走下坡路, 不管谁对谁错, 结果不能改变, 灰熊队官方宣布了莫兰特的最新伤病情况, 灰熊队官方宣布莫兰特因为右膝酸痛, 将大概率缺席对阵勇士队的G4, 从灰熊队公布的消息来看, 莫兰特的伤势并不太乐观, 至少现在他的膝盖还是有酸痛, 这对于勇士队来说, 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也有球迷池相反的看法, 认为没有莫兰特, 灰熊队更强大, 勇士队这下更难了。